游客在经过最近装设的防疫门后 开心逛街找美食 这里是基隆庙口夜市 8月初中央降级解封后人潮逐渐恢复 游客表示各个摊位都充满在地特色的基隆庙口夜市 与国内其他夜市相比更具有吸引力 就是跟其他夜市比 士林或者是台北那些夜市的话 我觉得比较道地 比较有基隆的感觉 不只国内游客肯定 基隆庙口夜市更获得国际认证 一家知名国际杂志公布最新选出的世界20大名市集 基隆庙口夜市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夜市 与泰国水上市场 美国西雅图派克市场 及东京竹地渔市等知名市集并列 让基隆庙口摊商觉得非常开心与荣幸 全世界都有知道庙口的话 我们很开心 也感到很荣幸 很感动 对对对 谢谢 多推广一下我们庙口的美食 当然是要借有一些平台 平面或是网络的部分 因为他没有办法说 直接知道是我们庙口 就直接就坐飞机过来吃这样 当然是借由这些宣传 他知道说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他有兴趣他再过来这边看看 疫情期间就庙口曾暂时休市 基隆市政府也把握机会 与自来水公司方面合作 进行输水及路面环境改善 希望以崭新风貌 迎接国际游客回访 庙口从疫情影响开市之后 最好的消息 我们很感谢国际杂志的评选 让庙口能成为台湾唯一入访的夜市 庙口它承载了台湾庶民文化 它是一个庶民文化的大集合 那这样的路板也是对庙口的一个肯定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好准备 那等待国际观光客回来 那欢迎再来到庙口玩 由于国内目前仍是二级警戒 因此基隆口摊伤能维持两兆一套 并落实入场实联制 人潮管控及内用隔板等防疫措施 让国人在疫情期间 也能放心到基隆口夜市 品尝道地台湾味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